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机充电头 坏了以后一个维修方法 它坏了以后我们先不要着急把它扔掉 如果扔掉的话就觉得太可惜了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手机充电头 其实问题都是非常小的 并不是有什么大问题 今天我们就把它来拆开 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 我们先来试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方的充电头 这个就是坏掉了 我们给它通热电,插手机上 先来看一下 看着手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不能充电 就是这个充电头的问题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头给它拆开 每个充电头它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小方头 拆的方法是在这边拆 看一下这儿是有个缝隙的 从这儿拆 不像这个华为的 这华为的是在上面这边拆 看一下我这个已经拆过 这个以前就坏了 我给它修好了 现在我们就拆这个小方头 拆小方头 我们要用个扁的东西 需要用锤的给它敲开 拆开以后 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检查一下 这个上面有什么烧坏的元件 从外观上我们看着是 没有烧坏的 反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条线是282的输入 然后在这儿有个F2 这个字母就是代表是一个保险 这黑色的是保险 我们测量一下这保险 看到有没有问题 测这个保险是没有人格反应 保险是开路的状态 保险烧坏了 保险烧坏以后 我们先不要着急更换 要先检查一下 板子上还有没有别的元件 叫烧坏 如果有别的元件 叫烧坏的情况下 你不更换 不检查彻底 更换上去保险 上去之后还是会烧坏的 我先看一下这个282电 从这儿到这儿经过保险 然后呢 这儿是一个三级管 C C945 我们再检查一下 三级管有没有问题 我们用弯表的复明档 来简单的测量一下 看它有没有短路 好像是短路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啊 这两个印象呢 你看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 这也套了个热缩管 下面有个符号 这是个R3 这是一个色环小电阻 色环电阻 我们先把这个电阻 给它断开之后 再测量一下 看它还会不会短路 如果不会短路了 就证明这个三级管 它是不会坏的 断开一个引脚就行 好 断开以后啊 接着再测量 看现在 没有问题了是吧 就三级管 它一般是不会坏的 问题就是它这儿 并连了一个小的色环电阻 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板子上个 直接更换上去一个保险 来试一下 把这个保险拆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个头啊 非常小 像普通的保险是方便去的 因为它的个头大 是吧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只要不用保险也行啊 我们其实啊 可以用一个这个铜线啊 在里面拨两个线 因为这个比较细是吧 我用两根 用它也可以来代替保险的 我们把它给焊上来试一下 焊好以后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装起来 测试的时候是不能直接上电的 因为这个到底上面 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插座上面 串两个灯泡 呃 再测试它 如果灯泡亮了 就证明它是内部 还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不亮 就是正常的 我们查查看一下 并没有亮是吧 就证明它是没有短路的 现在呢 我们再 查查充电线 看一下能不能给手机充电 可以了 没问题是吧 这个就修好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